打完看這題喔 他說一個拋物線頂點主要是24 軸平行A軸 而且過點多少32 麻煩你求出拋物線翻成4怎麼算 來 我們有講過 像這種題目給這些條件 我是要求拋物線翻成4 給條件求翻成4三步之後 做圖判別再代入 所以第一件事情麻煩你畫圖 他說頂點主要自己24 A軸是2 Y軸四極 4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以這為頂點 頂點主要四極 2 4這樣行不行 你不是說軸平行A軸 對稱軸會平行A軸 可見對稱軸是不是這樣畫 所以說圖形會以這為頂點 對吧 那 OK 以這為頂點 而且軸平行A軸 所以畫出來圖形 拋物線要嘛開口朝 右 要嘛開口朝 左 這樣行不行 他說過這個點四極 3 2 A軸 過這個點四極 3 2 A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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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可見過這個點四極 所以第一件事情告訴我什麼行 左右行 左右行誰是一次XX 這樣行不行 對吧 左右行嘛 左右行誰是一次XX 所以標準式寫出來是Y平方等於47XX 對吧 所以第一個判別什麼行 對吧 第二個 告訴我頂點坐標事情 頂點坐標題目說事情 一二四 第三個 麻煩你把C把它算出來行不行 但是很抱歉 老師講過 給條件求方案是三步之後 做圖判別再帶路 判別是要判別什麼行 頂點和C 但是這時候有辦法算出焦距C嗎 沒辦法 因為他就有說告訴我過這個點是三二嘛 所以就有辦法直接算出焦距C嗎 沒辦法 所以說這次老師建議大家 我們還是硬是把它帶進去 我直接把頂點坐標 S用二代 我用四代 硬是帶進去 把它減成Y-4的平方 等於4C多少 A可以-2行不行 那C怎麼算 我要是用暴力法 怎麼說 過幾三二 所以說S用三代 我用二代再進去 2-4-2平方 4 3-1 4C乘1 4C 所以說算出來C4C 1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麻煩把這樣帶回去 所以說他解出來的事情 Y-4的平方 等於4倍多少 AKS-2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做圖判別在代入之後 麻煩你把這邊直接把這邊 盛開好不好 把它盛開得到多少 把Y平方-8Y 這4S- Y平方-幾-4S-8Y 這16-8 移過去16加8 再加幾24等於幾0 答案就出來了 可不可以 可以喔 把這邊看一下 OK